帕衛衫位於九龍啟德城景佳2號 由新世界及遠東合作發展 分三期提供1,305個單位 現時推售第一期分兩棟物業 第五座和第六座提供291戶 壺形涵規一房至三房 實用面積介乎234呎到560呎 以兩房戶為主力 佔整個項目的七成 樓層高度3.15米 每一戶都採用開放式廚房的設計 更將洗衣機設置在三合一的露台 方便住戶浪費衣物 第五座的住宅層由2樓到29樓 每層3梯9戶 第六座的住宅層由2樓到7樓 每層2梯15戶 樓盤預計關鍵日期是2025年8月31日 即是大概一年零兩個月的樓花期 指屋院的配套設有9742平方呎的住宅會所 另加4006呎的空中花園 及4727呎的圓林設施 屋院的綠色建築認證暫定為今級 有效減低能源消耗及碳排放 景觀方面 樓盤位於啟德口道的中段 大部分向東北或東南的丹米 都享有開揚的為港景 最主要望回九龍灣及觀塘一帶的海景 向南丹米與另一邊建築互相對望 中間隔著啟德空中花園 交通方面 紅木就鄰近啟德公眾碼頭 現時週六二入或公共假期 都有些渡輪來往 不過碼頭或觀塘碼頭 在城峰道也有多條巴士路線 最主要來往九龍市區 而屋院都申請了Shirtle Bus 入伙那時有機會會用到 在生活配道方面 住戶步行十多分鐘可以去到麥加坡 那裏有角色的食肆和商店 或者乘車出啟德城中心 那裏有些屋邨的紋身商店 和大型商場ASI 都可以滿足日常購物所需 社區康樂設施方面 現時整個跑道區有海濱長廊和空中花園 步行十分鐘左右 就可以去到未來將會落成的 啟德都會公園及大球場 地皮發展可謂一波三折多次易手 佔地面積約104497平方尺 最高可見的樓面面積約74733平方尺 為私人住宅用途 原先地政總署在2018年9月21日公開招標 當時市場對這塊地皮股價介乎83億至92億 在2018年11月14日公布招標結果 由高銀金融旗下的信付國際有限公司投得 中標價約89.07億元 每呎的樓面地價是15500元 合乎當時市場預期 其後高銀金融陷入財困 在2020年5月作價70.4億元 將地皮售給內地商人 陳壯榮持有的離岸公司 Top Family Group 在同年7月 這塊地皮獲得屋女署 批出第一批建築圖則 獲准興建4棟24層高的住宅 及3棟6層高的低座 其後內房公司佳兆業集團於2021年3月向傳媒透露 已經入股了這幅地皮 並申請改建圖則 興建6棟大樓及1棟6層高的低座 以及1棟7層高 面積達到1.9萬呎的大屋 而去到同年的11月25日 遠東發展和新世界合組公司 收購了信付國際全部股權 取得這塊地皮的控制權 代價為79.5億元 每平方呎的地價約13800元 再一次申請改建圖則 興建4棟24至26層高的住宅大樓 及1棟6層高的低座 相關的改建圖則在2022年11月獲批 最終定營現時這個項目 整個項目就分為三期發展 去到今年5月2日 正式公佈項目的中英文名 以森林玉為主題 改名為柏惟心 不知道讀得對不對 願意每一個住戶 身處在市區都可以感受森林的氣氛 在6月27日 正式上載了售楼說明書 打算在7月上旬公佈首張假單 在7月2日 正式將示範單位公佈給傳媒參觀 示範單位設置在九龍灣金利峰國際中心 到時再跟大家上去看一看 今天的時間就到此為止 我是路易斯王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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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